大家好,Chris,今天分享一件事 脱欧又入欧,德国、法国而推动英国成为欧盟非正式成员 什么是非正式成员? 如果你看中文报章,其实都说不到什么 总之他说想将英国推动为一个非正式的欧盟成员 我深究了这个题目,专专找了一个英文的文章 而这个英文的文章是两天前的 全部翻译了中文,可以更加了解 究竟他这个题目想说什么 但是,为何要看英文呢? 因为他写得更加详细 和资料更加准确 我稍后读这个内文 在读这个内文之前分享一件事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也挺有趣的 他说这个 夜纺纺香港尖沙咀升光大道 然后我心想想 诶,为什么这条街没人呢? 如果你作为一个尖沙咀的旅游区 你觉得 是不是真的笑得可怜呢? 还在住在香港人,你真的要多出来支持一下 你知道的啦 香港人要内循环的嘛 要玩内循环的嘛 要学习玩内循环才行的 这些国策来的啦 不要打算说救我呀 主席说要玩内循环的嘛 哈哈哈 要走出来支持一下 站在那里 流泪 站在广场 哭啊 非常支持的嘛 哈哈哈 这样才觉得过瘾的嘛 就是这么说啦 多点出来消费啦 那条街冷清清 好像不是那么好 被外商拍到你 那觉得 多难堪呢? 整条街都没人 是吧? 又说 国际大都会呀 又说商机无限呀 机会处处呀 哎呀 我只见不到有人而已 哈哈哈 所以说什么都没用 说完啦 这件事 说到另一件事啦 刚刚呢 呃 我有个听众啦 扔了一些照片给我啦 说 跟我分享一下 他在香港 说一下吃大集下啦 其实我看完这些照片 我就觉得 哇 不是贵啊 为什么不是贵呢? 不是帮忙买港狗啊 呃 我自己几 应该都有五六年前 在香港 经常参加这些 吃大集下的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酒家啦 那时都要六七个水一份的 那时真的要六七个水一份 他跟我说两个人都是会 吃了一千三元啦 呃 每人都是六七个水的 那我心想 喂 喂 是不是那些 就是现在这些东西 根本都没有加个价格啦 就是如果我用回 以前的基准去看 那你看 喂 都有很多东西吃 又有小笼包 又有蟹黄翅 又有大集蟹 是不是呢? 不知道是不是叉烧啦 还是京都骨 不知道是什么出瓶啦 还有碗汤 值得吃啦 六个水 这个呢 这位听众呢 他也是来了英国的 现在回香港松一松 哈哈哈 又回香港松一松呢 早点买机票啦 因为我听我的客人说啦 嗯 便宜的呢 就七千元来回 贵的呢 即是一早一早 可能半年前 要购买机票啦 因为我很少 没回香港 我不知道啊 他跟我说是这样的 半年前要订 订机票啦 一年前要订机票啦 那又会便宜很多 那如果你越近期订的呢 即是越短时间订的呢 呃 万一万二元啦 所以你打算回香港松一松呢 真的要有计划啦 那你问一下 Chris哥 Chris哥暂时 未有 呃 即是未有回香港的义童 我是会回香港的 但是问题 现在未回去住 因为我可能有些东西 要回去 要收钱啦 哈哈哈哈 有人赔钱给我啦 可能我要回去收钱啦 那就是 即是 我就会回香港的 回去收钱啦 还有要 要搞一些证件啦 譬如特区护照啦 什么 智能身份证 因为我身份证过了期很久啦 我还持着那旧版的 身份证闲流行去 呃 特区 对啦 我想 迴向证也要保领啦 迴向证也 都够啦 我想也过了期啦 那就要 要去搞 即是我是有 需要有 有因要回香港的 有需要 不过不是现在 现在我最大的需要呢 就是可能 要去 要去日本 因为为什么呢 说多几句废话 再说外文 呃 多谢你先 如果可以再提供多些资料给我呢 呃 呃 就是 给多多少少少型号 或者资料 我觉得更加好 让我慢慢再参谋一下 因为我昨天那集说呢 我 买了一部CD机 由日本 运过来英国都要收了2000元港币 2300元港币 我 我真的觉得太贵了 我现在买了部 那个后级呢 我相信 它都收了2000元的啦 那我 哇 光是运费都收了4000元 我真的撑不住了 接着我还没买到 计算那个喇叭 那那个喇叭 如果这样 因为你知道喇叭大构的啦 CD机那么大 那么小的都收2000元 如果我买那些高新的喇叭 大的喇叭 哇 我不堪设想 我想一个喇叭收了3000多元 我猜一下 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计算 我运费两个喇叭6000多元 我真的觉得 太奢侈了 那我不如去旅行吧 我去日本旅行 跟随手 去日本买了喇叭 跟着自己 再运回英国 会不会好些呢 这年轨会会不会走得通 所以 亦都有 听众介绍我 多谢YK 介绍我 叫我买汽车音 但其实 是不是真的试过 真的可以的 我真的純粹 抱着一个学习的心 去理解这件事 汽车音 放在家里用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 这些音是否真的试过 真的可以的 如果是的 都可以考虑一下 你最好提供牌子的型号 因为你知道很多牌子的型号 我真的不懂 因为我基本上 我应该在香港有一套喇叭 我是有一套的 但是 我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香港 这一天才大事 那套喇叭又不是什么 JBL牌子 因为我那一集就说 昨天那集 JBL 我就说4307 4307 这套喇叭 的价钱 在英国 是贵的 我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价钱 4307 它写2000 我觉得应该是英镑 可以写 USD 都说 1200 1300 你计算 1万元 4307 买一套 我一套 我也觉得不贵 但你计算还不费 我真的觉得很贵 我真的不捨得付 这些钱 4307是可以接受的 亦有个 4337 我都不记得 4多少 4334 真的有很多型号 我真的不懂 我听众告诉我 他昨天那套喇叭 一只都10万元 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我听完 我就觉得 我不捨得买这些喇叭 我看到我的听众介绍 我这样玩 你提供多一点资料 你提供多一点资料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不懂 不了解的话 也不重要 起码如果你提供多一点资料 给我 走上youtube 看看他的视频 看看别人的喇叭 声音是不是真的不漂亮 就走去看看 因为英国玩这些东西 我真的觉得 是欺费的 也不可以说欺费的 我觉得很贵 我觉得很贵 因为这里 我现在飞了去韩国 用VPN 所以 看不到真实的 英镑 那些价钱 没办法 没办法 不要紧要 说完就算 说回今天的内闻 又是这么说 英国想弹出弹入 又想重返欧盟 但是我自己觉得 你问首相 这个文章 我由这篇文章 翻译为中文 首相亦都在说 不会 赞成英国成为 欧盟的准成员 但是不赞成 因为她是首相 她要在这段时间 再跟别人谈 取得最好的待遇 你明白吗 你说 你说我准成员是准成员 我不想做总成员 你知道英国最好是什么 慢慢跟你谈判 慢慢取得最好的条件 正常的 任何国家都是 其实整篇文章 想说什么呢 什么叫准成员国 什么人在搞鬼呢 现在和你分享 英国脱欧英国可能 成为一个准成员国身份 结果欧盟 法国德国正推讨英国 其他欧盟成员 提供准成员国资格 的话 其实这件事情 是不是新东西 此举可能 会重建英国与欧盟关系 两国提供一个蓝图 将建立四个阶段 其中 一致国家形成圈内 被视为橄榄枝的情况下 新的准成员 外层将会向英国开放 更紧密经济关系的 认领基础 所以他现在 对英国做一个准成员国的关系 我自己这样想 英国 是有心 想加入 你看得出的 你经常 对着肥波 不让他回来 因为肥波是一个脱欧成功的代表 手上 他回来 是不是英国继续脱欧呢 你明白吗 他不会再给肥波再回来 为什么 就算你 人的能力 多聪明都好 但是 你是要脱欧 你明白吗 除非他今天 认识仔 我现在不玩脱欧 我觉得 留在欧洲好 我想 可能会重新 再评估 是否让他回来 做手上 因为 不是 不是 市民 想去做 就行了 首先 他们自己的党里面 的人 支持他 个个都想进入欧 只有你几个想脱欧 是吧 就是这么说 有一个资深保守党 人员 提到表示 其实这篇文章 要讲清楚 一件事 其实这篇文章 现在和 在野党在调劲 我不明白 为什么 欧盟 法国和德国 会和英国 在野党 谈那么多 难道他认为 下一届政府将会是 工党 已经赢了 一定赢 那么奇怪 手上 在那 什么 手上 副手 前 副 手上 在那里说 英国必须 紧急探索 一个想法 认为英国 绝大多数人 认为英国 夺欧事 错误 又是这么说 他现在不是在位 他并非在位 大霸 正在 崩崩崩 欧洲 一体化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 其实 欧洲一体化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挺好的 没有说哪个国家特别 怎么说呢 就是不要为了 欠地方 欠什么 欠什么 大家打生打死 这件事 其实都 几千年文化 或者几百年文化 都为了这件事 打来打去 很愚蠢 和名八字 其实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很贊成 当然整个欧盟 有穷的 亦都有有钱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他的理念是OK的 那人就越做越大 越做越好 越多人加入 正常 好像你参加了一个公会 一个组织 越做越好的 你越来越多福利 越来越多着数 大家会员人数越来越多 很简单 我一个组织已经是这样 不要说我一个世界的组织 所以他越做越大 但是越来越多人加入 证明他越做越好 其实 想说什么 英国脱 脱了欧 是否错误 时间会证明到 你问 我自己觉得 加入欧洲 都好的 加上欧盟 都好的 好过 英国自己发展 为什么 你关税 又或者很多 资助申请 你用欧盟成员国 你可以舔 舔得着数 说真的 两天 很多东西 入口 没有关税 用欧盟成员的关税是最便宜的 你好 大家好 其实都好 真的很好 或者一个不好 就是不喜欢 那些人走过来 但其实 他自己心里有数 他赶走东欧 那些人之后 就有一堆非洲人来 这个世界 不是因为 你不想 喜欢那些人 那些人少了来了 你的人会少了 当然有些人 奇奇怪怪坐船 怎样走过来 你看非洲 非洲那些人 个个都说爱国的 个个都走过来英国 又说什么 免费打枕的 不用登记的 整街都是人 你想想那些什么人 才行 周街都是非洲人 此举引女脱欧派强烈反应 他指 指责 欧盟国家 扩大 欧盟的过程中 转望 计划消息 在这一个 基 基尔斯塔 卓 着氏 与英国法国总统 所以我就说 这个是工党的 但他们不是执政的 即是他们现在不是执政的 即是跟在野党那些人 交谈了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由于明年大选前夕 两大政党都在英国脱欧问题上 走岗 公党第十党的 排除了任何模式的 以欧盟准成员身份 接着又在那里说 如果他赢得 这次选举 确保达成更好的 脱欧条件 但拒绝重申加的欧盟 这个是另一个人说的 总之有人展胜 有人反对 但不要紧 很重要的 什么声音都有 看看到时哪个人多 3月份 政府监察机构预算 责任办公室主席 在此警告 英国脱欧对经济影响 与新冠疫情能源 价格危机程度相弱 其实政府机构都意识到 脱欧也很大 现在对经济的影响 接着这个 李查德 又在这里说 如果英国 留在欧盟 英国的国内生产 无限 一个国家富裕的关键指标 将会增加4% 大家都是 看钱 想说什么 钱 为了钱 又要加回欧盟 根据这个总成员的计划 英国将 被期望为 欧盟年度预算 做出共业 接受欧洲法院管车 换嘴参与单一市场 接着法国 德国提出一份文件 声称 准成员 将 构成欧洲一国外残 即是最外残 可能 包括 不在欧洲单一市场成员 例如瑞士 甚至是英国 声称 它们不会受到 永远的 联盟和 进一步的 融合 的 约束 但必须 致力于欧洲 共同原则的价值 尽管它们支付欧盟预算 但成本低于正式会员支付的费用 这个人又吹了 他与马克龙先生会面 即是那个工党 即是跟这个马克龙 由他交换礼物开始 涵盖的话题 包括 我援两国之间的关系 未来繁荣 安全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在野 还要是工党的 好像选 已经知道自己赢 跟人谈刀 我真的觉得很搞笑 如果工党获胜 计划建立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 然后一个 欧洲外交消息人士 都说了 尽管这个工党这个人 排除重新加入欧盟单一 市场的可能性 但该计划是考虑工党情况下 而设 所以说 说来说他要先赢 但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快可以谈得好条件 即是可以跟人谈 即是跟打飞机没分别 你跟人谈 我当选是这样 我当选就跟你这样 我心想隔壁 肯定跟你跌 你真是选了事先跟我说 难道我和你谈了几个月 谈完 我跟你不当选 我觉得很奇怪 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他一定会当选 英国无需重新加入 欧盟 或者举行公投的情况下 成为一个潜在的地方 在政治上 经过精心的平衡 接着这个工党发言人表示 公党将为英国尋求更好的协议 其实如果公党真的做得很厉害 不会 那么多年 手上都只有我几个 就是 公党做得好不好 大家心里有数 我真的 来了几年而已 我真的不知道 但你问我 我暂时看不到公党有什么好处 给我香港人 接着 当被问及 苏立克 手上 会否支持英国成为 欧盟准成员 手上官方发言人表示 不会 当然 怎么不答白 他们两个自己谈 关于是什么 第一 他一定不会的 第二 如果跟别人谈 当然是谈最好的条件 难道现在答应你 但什么都可以 那人就失败了 付两元你都收货 付三元你都收货 不如我付两元你 但你跳舞可能有两下 可能有八元 要喊到七元 八元 你才收货 大家要谈 准成员之间 不包括关税同盟 所以 人家第一句 就说 不拎 原因就是 从而使英国 能够维持独立贸易政策 这个人也说 英国必须 紧急探索和 法国德国的计划 他说 舆论无情的 压力正在 改变政治的动态 又说 大巴正在决题 越来越多人走向与 欧洲一体化 这就是法国和德国提供的机会 你认不认同 首先你认不认同 我自己也很认同 英国应该重返欧洲 说真的 英国绝大多数人认为英国脱欧是错误 即使那些 仍然相信英国脱欧的人认为 英国脱欧根本不可能实施 又反过来要说一句话 他现在英国 重新加入 CPPPT 我忘记了 很威胁 亚洲的组织 就会引入很多 例如澳洲 台湾 总之亚洲区的食品 但如果他真的 引入越来越多这些产品 卖回欧洲 亦都可能 不用加入欧洲 要看他 做得很不好 即是确实 继续在这里说 保守党至少 认识到 需要续促更多的改变 首先与北外 有协议 研疑 平地线 又或者 许多科学 技术 进行合作 一堆 一男子优素 最后他又可以说 呼吁英国重新加入 欧盟单一市场 保守党议员 托比亚斯 有趣 表示 英国需要与欧洲务实地重新接触 接触一下 不知说什么 前脱欧大臣 当然不考虑成为准成员国 所以其实我想很多人反对 保守党前贸易部长 约翰 表示 离开单一市场是脱欧 关键部分 重新加入 对英国工业造成巨大影响 英国很大 工业有很大量的 赵宏博士很大量 我又看不到 真的是 他表示 脱欧的伟大胜利 却不再是脱欧结果 必须成为欧盟成员遇说 做出贡献 这句话我都不明白 可能他自己才明白 因为他说这句话 一定有政治目的 我觉得 保守党议员 表示 许多成员国都想知道 这一个 吞噬了民主的野兽 做了什么 有什么用之制 想法就带有 绝望的味道 他时 这国家曾经 拒绝 这一点 并再次这样做 反脱欧活动 这条人 告诉 这个部署 独立部 英国应该 此举 视为 启动 重新 加入欧盟的机会 又这么说 有人贊成 有人反对 你放心 看看他们最后 怎样拒绝 看看他们怎样拒绝 最后就再继续说 这一个洋葱的预算 构成欧盟的外层的一部分 我们欧洲 轮角伸出 监栏枝 但我们必须透过 谈判和确保 他们 至少重新 获得 一些作为 脱欧派 极端主义 失去的影响力 而致力于 欧盟建立一个联系 最有利于英国组织 表示 这些提议 令人鼓舞 尽管 准成员国 收纷还有一段路要走 根据该计划 外部成员第二层不包括欧洲法律任何的整合 但看到欧洲政治共同体 升级英国是其中一部分 将其中包括能源某些领域自由协定国防禁 并将重点放在 气候安全的议题合作 跟着 文件和法国德国政府今稍后成立官方的 欧盟机构 改革法德工作小组 赞 写这个 该工作小组专家 学者律师 组成 这些提案将于欧盟成员 各的部长每个月 是一字 整单说完了 那你赞不赞成 你问一下Chris哥 我都觉得 加上欧盟可能会好些 因为我们 通胀不要那么紧要 对于我们的市民来说 是一件好事 至于你们在上面 欠来欠去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 是零影响的 基本上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认识 又这么说 你赞成也好 不赞成也好 我想 基本上 他今天出的这篇新闻 跟工党谈 可能工党 真的有些 有些机会 因为我之前 我觉得工党的机会 不是很大的 但既然 他们 人家法国 德国都 跟工党谈 谈条件 我相信他们 应该知道 有些数据 如果不是 不会 我这么愚蠢跟人谈 我心想 你还没选到 为什么要跟他们谈 我为什么要浪时间跟他们谈 是吗 这么无聊吗 吃饱饭没工作 所以 如果 下一个手术 真的变成了工党 大家又怎么看 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 大家对这个看法是怎样 好还是不好 不要紧 因为我自己对英国的历史 或者哪个工党 做一个手术 我是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我对他认知不太高 大家留言告诉大家 在这边说到这么多 多谢大家留言 给大家分享 拜拜